如果你问我一个对于我频道获得10万订阅人数帮助最大的工具是什么 我会马上告诉你它是2Body 我在开始进频道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工具 我使用它发现了很多我频道的观众感兴趣的在予渡上面搜索的话题 围绕这些话题做出来的影片到现在还是能够稳定的去给我频道带来流量 有的4年前发布的影片到现在还是能够每天稳定的获得100-200的关次数 因为想要让你影片能够长期有稳定获得流量稳定获得广告输入的能力 那么这期影片我就告诉你如果去使用2Body去找到高收索量的关键词 并且也会介绍给你很多2Body好用的功能 还有我是Grayson 这个频道就是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们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然后记录到这个页面里面 2Body它是能够让你去免费的使用的 大家可以先去免费的试用一下 但是免费版本和付费版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功能 大家会具体介绍 2Body它是一个谷歌的插件 所以会在你谷歌浏览器里面它会出现 在你安装好之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看到2Body的标志 它是一个蓝色的标志 然后点开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功能 那会具体介绍一下2Body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 在我们安装2Body之后 可以在YouTube搜索栏上面去输入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我搜索的关键词它是Premium Pro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右边这边 就可以看到2Body展示的数据 这其实就是关键词搜索的功能 待会具体介绍一下 这个功能能够去帮助你分析 这个关键词它的一些重要数据 比如说搜索流量 它的竞争度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部影片 在每一部影片的旁边 2Body也是会给你分析它的一些数据的 比如说它的SEO数据 它会给你一个SEO的分数 分数越高就代表它的搜索 以及优化的程度是越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影片的基本数据 比如说它获得的总观看次数 它的评论数 有多少点赞数都是能看到的 以这频道它这些数据 比如说它的总观看次数 它的订阅人数 它总共发布了多少部影片 在底下也会知道 这部影片它到底使用了哪些的标签 如果想完全使用它的标签 你可以点击这个Copy2 就能够完全复制它的标签了 这里还要介绍一个2Body 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一般对于创造者来说 我们会在描述栏里面去放很多的链接 有时候这些链接会是联盟想要链接 那么就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这个品牌商它更换了它的联盟想要链接 那么这就为了之前的联盟想要链接 它是没有用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影片很多 你想要去手动的更改 那么是会花费你非常多时间还有精力的 并且非常麻烦 所以接下来我推荐给你一个2Body 一个批量修改链接的工具 它真的非常好用 你需要进入到你E2工作室里面 然后选择内容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2Body工具 然后需要找到这个Find Replace Test 它的功能就是它会帮助你去找到相关的文字 比如说它这里没有举例 它想要去找到这个Spotify的链接 这个是老的链接 然后它需要更换一个全新的链接 是iTunes的链接 这样就可以看到在更换之后 所有Spotify的链接就变成了iTunes的链接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基本上只需要花费你几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更改所有这个包含你想要寻找的链接了 在我们上载影片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加入一些影片的标签的 那么如果想快速一点 2Body就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标签 这个时候2Body会根据你影片内容 影片的话题去提供给你一些相关的标签 就能够帮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了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面去选择添加标签就可以了 现在回到YouTube所页上面了 然后可以选择打开右上角的2Body 这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工具叫Keyword Explorer 也就是关键词搜索工具 现在就打开了这个关键词搜索工具了 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可以根据你的地区去展示给你 你这个地区里面最近流行的话题事件 比如现在我选的地区是台湾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台湾发生的最近热门的事件话题 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去找到一些 符合你频道主题的热门事件话题的 如果想更改地区的话可以选在这里 就可以找到其他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了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个输入框 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些我们想要调研的关键词 比如说可以搜索影片剪辑这个关键词 然后你可以看到2Body会根据我这个关键词 会推荐给我更多相关的关键词 这也可以间接的去给你提供一些话题的参考 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去搜索这个 影片剪辑这个文件词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Explore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会展示给你的数据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会有一个总体的分数 它是47分满分是100分 这些大家尤其要注意一下 这个分数是会有区别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选的是unweighted的分数 unweighted的分数是所有免费版本都能看到的分数 那么这个分数它是基于这个关键词 它的搜索量和竞争度去比较出来一个分数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底下它会告诉你 这个关键词它搜索量是比较高的 达到一个非常优秀的程度 然后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 它是越往右是搜索量越高的 越往左搜索量是越低的 然后它会告诉你这竞争度是还可以的 越往右它竞争度是越小的 越往左它竞争度是越大的 还有就是优化程度 这里面显示的是非常适合优化 这代表着现在在搜索结果里面 包含影片剪辑这关键词它的影片 很多是没有做好很高的优化的 所以如果你做好了优化 那么你这部影片 它是非常容易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的 来给告诉你在搜索结果里面有多少部影片 然后每个月它的搜索量大概是多少 大家仔细看好了 我现在unweighted的分数它是47分 当我切换成weighted分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变成了62分 那么weighted分数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的版本 才能够看到的 为什么我这个分数它会不一样呢 因为weighted分数不仅是基于这关键词 它的搜索量还有竞争度 同时突发底它会参考你频道里面的各项数据 比如说你频道里面之前也没发布相关类型的影片 然后这些影片它的流量到底有多少 这些都是会根据你频道里面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 这么需要距离看一下这竞争度的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个竞争度它是更低的 相比于这个unweighted分数它在这边 然后我这个weighted分数它是接近两格的 所以这个竞争度是越低的 因为其实在我的影片里面我已经发布了很多的 有带有影片剪辑关键字的这些影片了 并且这些影片的观看次数也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有几部影片都是好几万次的观看次数 其他影片都有好几千的观看次数了 所以这个时候to body就会根据我频道里面具体信息去分析 如果我围绕影片剪辑这个关键词去制作影片 我是有竞争优势的 更多的观众会选择相信我的内容 然后我的影片会更好地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里面 在右边也会告诉你在YouTube平台上面 观众对于影片剪辑这个话题和兴趣程度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个时候观众的兴趣是上涨的 然后可以查看一下谷歌平台上面的数据 你也可以看到观众对于使用谷歌这平台 去搜索影片剪辑这个话题也是有很高兴趣程度的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搜索话题 这会展示给你和影片剪辑相关的标签 在这里下有个相关的搜索 也是会给你很多的话题灵感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影片剪辑软体 这里面就会告诉你这个关键词 它的搜索量竞争度它的优化程度怎么样的 对于这个关键词来说它的搜索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就会导致整体的分数下降的 你可以从这些相关搜索里面去获得更多灵感 同时也能够去测试一下有哪些更高分数的关键词 有的时候当你对你的话题精细化的时候 是更能够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的 也是更容易被观众去搜索到的 来这边还有个results 这边就会展示给你现在在YouTube搜索结果里面会出现的这些影片 比如说我的这部影片就出现在第二名 从这些搜索结果里面 你也是能够获得很多灵感的 比如说这些创造者 他们是怎么去设定它的影片标题 还有设计它的说图的 你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参考 然后另外一个工具我推荐大家使用的就是 A-B测试工具 你可以点击这个Website Tools 然后选择这个A-B Tests 这边就会显示我之前做的A-B测试 想去开讲A-B测试 可以选择右上角这个Create A-B Test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部影片 这A-B测试是有分为两类的 第一个类别就是测试YouTube影片的缩图 你可以上传另外一版的缩图 那么ToBody就会每隔一天去更换影片的缩图 然后会最终测试一下 哪个版本的缩图它会得到更高点击率 然后另外一类就是你可以测试一下影片的标题 跟缩图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会隔一天去更换一下影片的标题 然后去看一下哪个标题是能够获得更多点击的 这样你就能够知道哪个标题或的缩图 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点击 更加吸引观众从而让你影片获得更多流量 在你测试完之后就会告诉你一个整体的数据 比如说我测试了这两版缩图 它会告诉我这版缩图它是能够获得4.4%的点击率的 所以它是推荐我去使用这个缩图的 底下还有更多具体数据会告诉你一些 为什么它会选择去让你使用这个缩图 这个功能我也是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但是A-B测试的功能是需要你适应到Legend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你只是想使用关键词搜索的功能 那么Pro版本就是能够使用的 你可以使用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的使用2Body YouTube平台演算法它是每年在改变的 我希望你认真看完这期影片 因为演算我的复制人会告诉你现在平台演算法它是怎样的 这对于你经营频道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这部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联系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直接在我IG能够和用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